不想再默默观察了 当每一群做的都很潇洒 真的一点都不怀念我了 我依然记得他说过会一直陪着我 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 我一年学费两万 一年花吧三十万 用着一万的手机 带着几天块的掉坠 你给我转五块二收据我爱你 真的没必要 难过就给我打电话 我会放到让你不满过 留不住的东西我干嘛要 一张口一口就能爱不爱 我不喜欢喝 对不上给的人浪费时间 我的时间很薄贵 我的心思又不是 全然在你身上 永远挺不熟到 我在里面抱着手机 看着凭音一遍一遍的翻着 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 你的那个语音我不下听了五十遍 我一直在翻着 你的朋友圈和快手 后面以前的照片 你永远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 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服你的 所以我就 活该被这样对待是吗 整个青春 我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 也没有谈过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也没有经验它的长相 或许这就是一个普通少女的青春 我不会去靠白白那里 搜你的星座 我会花大把的时间 去慢慢了解你 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女 而不是只是一个大体的星座 那种情绪 但我让你心里不会慢了 我的天啊 什么女孩分手后 会把男孩的心理朋友们 用声的女刚二级的男孩 却和女孩的推荐姐妹们 聊到三跟半年 如果是 你都会选择对到 他还是有大福 你要是站在我的位置 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 你就会知道我有多难受 也多委屈 你就会知道我听着别人的建议 还以为我反复地选择你 穿越所有的身体